南韓電影《寄生上流》 入圍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六項大獎 跟獲得十項提名的歷史片《1917》 一起角逐小驚人 南韓湯片寄生上流 写實拍出社會貧富差距 自上映以來 已經在全球奪下多項大獎 引起一陣旋風 《寄生上流》甚至在美國演員工會獎 締造歷史 成為第一部奪下最佳電影卡斯獎的外語片 寄生上流獲得奧斯卡六項提名 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和最佳原創劇本等大獎 被外界相反看好能奪下小驚人 不過要來角逐大獎的 還有歷史片《1917》 選擇男人 帶你男人 獲得奧斯卡十項提名的《1917》 在英國電影學院獎 橫掃全場拿下七項大獎 包括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 被視為勁敵 而同樣獲得十項提名的《從前有個好萊塢》 多獎呼聲也相當高 你拿著嗎? 沒有 我的腿 本次入圍奧斯卡最大獎項 最佳影片獎的電影 都是今年獲獎《常勝君》 除了《寄生上流》《1917》 和《李奧納多吉·布萊德·匹特》 主演的《從前有個好萊塢》 還有《小丑》和《婚姻故事》 至於最終結果會是如何 結果將在周一揭曉 引迷們拭目以待 記者孫雲報的